姐妹们 我们搬到北京这个新家已经两个月了啊 但是十一个月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你们懂得 之前我看好多粉丝朋友 想让我们仔细分享一下这个家的格局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咱来个一尽道理 让大家看一下北京80平的豪宅找哪一个 首先这是我们家的大门口 进门是一堵墙 然后右手边就是我们家的整个豪宅布局 欢迎光临我的豪宅啊 首先映入野链的是我们家一平米的大厨房 这你们别不信 这一平米可能还多 其实本来从这到这 这一圈都应该是厨房面积的 但是我们为了隔出一间卧室 愣是把它变成了客厅 我言 这可不是咱的客厅 这应该是餐厅 看这餐桌多大 这一小区就是我们的客厅了 这偷能衣都放两月了啊 落魄了都没看过一把 然后对面就是大门的游乐区 嗨 然后这个小屋就是刚才我们牺牲厨房面积 弄出来的一间隔断 这都快变成仓库了 这多少有点凌乱呀 看上去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屋 这么小的屋 我还能有个衣帽间你们能信 具体有多像的我就不说了 你们自己看吧 老丈人和姐夫来肯定过不去 主卧对面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咋也不说了 名位 这是次我 姐妹就能上床 姐妹们介绍完毕 我们家还挺大的哈 说了一分多猪呢 那必须的 看看我婆婆做啥好吃的呢 正在做猪肉扫子面 你干啥呢 妈妈不是喜欢做面食吗 正好陪用这个小熊手持面条机呀 做手工面搂货面了 这个咋用呀 妈这个很简单 我教你啊 再把这个模具装进去 把面团放进去 下个要一拧 换按一下 充面 双筋两下 退出 这个面条机冲一次变 可以压50次呢 这还配了五个不同粗细的面型模头 继的粗的宽的都可以做 OK你看这个面条 粗细均匀 这个我装的喜欢呀 而且人家是304不锈钢材质 材质健床又耐用 这个面筒都可以拆卸 这清洗洗了很方便 现在煮的面 感觉还不错哦 来大家看一看 瞧一瞧啊 这就是猫哥哄睡的孩子 你给我们放哪儿来这是 爸爸对不起你啊 喵喵 你这脸咋成这样了宝乐 没整对枕头 还是硬花了 看看咱们做这猪肉扫子面 给大家表演个缩面啊 这鸡翅配面啊非您半爽 还是用这个做手工面方便 这以后我天天给你做面吃 还有你我也会做好吗 哎呀这爸爸带娃就是不行啊 你看给我们带成啥了 太喜欢玩串你看 好家伙 你看 好家伙 大喵 你才几个月你能看手机呢 不理我 你跳一下试试 小朋友 你适合有很多 我好 哎呀哎呀哎呀 这都弹起来了啊 哎呀 猫哥 我突然发现在出房还挺好的 咋了 就在这切完菜 然后就在这洗 洗完就在这炒 都不带动感 合着就是懒用专用呗呀 适合我啊 好家伙 你能不能给我们抱好呀 虽然房子小 但是我们买的一些家具 还是挺实用的 看我们这个大冰箱 有我们这个小客厅 格格不如 很能装东西的 那个冰箱 还有这个沙发爽 其实挺实用的 就是双方父母来了吧 我都能在这住 还有这个一二串 菜菜整的挺好的 大面pack也能买 睡了有两天了 哎呀 要不咱再加一晚上吧 可以三个晚上了 值了 还有这个柜子啊 也挺能装东西的 它是我们做衣柜的编脚料 现在放了好多好多杂物 还有这个电视棍 我也挺喜欢的 这不搬个家真不知道 我跟猫哥毕业这四年 东西找了那么多 现在家里地方又小 又多了个大庙 就看上去显得很凌乱 之前我还看好多人 给我们评论说 甭管我跟猫哥去山东 还是去内蒙 反正都比在这幸福指数高 但是吧 我跟猫哥说实话就是 我俩有点不甘心 就总觉得 在这儿吧 就有机会 就我们有一天 还能住上更两个房子 换姐 啥也别说了 给我五年时间 我一定会让我的气氧 过啥更好的生 那你先给你 赵母娘的别墅 落实一下呗 爸爸在你嘴里叫着妈妈是吧 吼啥呢 睡不睡 哎呀这一幕 负此此笑呀这是 哎 你咋就想着亲我们 小孩不能亲 为啥 反正不能亲 你告诉我个理由 反正不能亲 我儿子不能亲 谁能亲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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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